中美高层将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 美国重审他们到时候会向中国提起关于维吾尔人遭破坏的相关问题 白宫昨天表示美国与中国高层官员下周在阿拉斯加会谈时 美方官员将提到中国穆斯林维吾尔人遭到种族灭绝的问题 白宫新闻秘书莎奇说与中方的外交官会务时将不会有所保留 无论是台湾或让香港民主倒退的作为或者我们对经济关系的关切 他指出提到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将是下周与中方直接讨论的一项主题 中国媒体报道 所谓新疆部分企业及个人对德国学者郑国恩提出诉讼 理由是证明维吾尔问题学者的涉疆谣言 使其蒙受名誉及经济损失 报道称所谓新疆部分企业及民众正委托律师起诉德国学者郑国恩 原因是当地民众认为郑国恩三文部强迫劳动等涉疆谣言 致使他们的生育受损并遭受经济损失 德国学者郑国恩是华盛顿人权组织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 研究重心包括中国的西藏及维吾尔人政策 他所发表的研究内容广受西方媒体的报道及引用 他在去年6月底发表的报告中还揭露冬突决散政府对维吾尔人及其他手术民族实施强治绝育 堕胎和限制生育 以达到控制非汉族人口的目的 3月初 郑国恩发表最新报告 披露冬突决散存在两种由政府支持的强制性劳动力转移计划 并指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同化维吾尔族少数民族 与减少维吾尔族在该地区的人口密度 几名外交官表示 欧盟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 首次将制裁矛头对准中国 以侵犯维吾尔人权为由将4个人和一家实体列入黑名单 欧盟高级官员周四同意把新的人权制裁机制的矛头指向中国官员 围绕这一问题 欧盟本周进行了谈判 再次暴露了欧盟对华政策上存在的内部分歧 这次制裁包括旅行精灵和资产冻结 理由是中国政府在东东决散的所作所为 被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认为是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种族灭绝 欧洲联盟谴责有如北京政府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压倒性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并警告可能对中国采取额外措施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声明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今天的决定 将对香港民主问责制和政治多元化带来重大影响 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历经近年大规模示威抗议后 北京决心去除香港民主基础 这次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内容包括实际上可否决候选人资格的权利 声明还提到基本自由 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是香港特性和繁荣的核心 欧盟很遗憾 这些价值现在都承受着当局所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欧盟欲请中国和香港当局恢复对香港民主进程的信心 并停止破坏宣扬民主价值的人士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以色列同行梅尔·本·沙巴特 率领的首次美以战略咨询小组会议在网上举行 白宫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 昨天在网上举行的会议上全面讨论了双边和区域安全问题 声明中表示 两国官员讨论了包括伊朗在内的该地区的共同安全关切 双方均表现出对该地区出现的挑战的共同决心 声明认为这是这类战略磋商会议的继续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将以同样的方式维持全面的安全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